您的摄影师 你上线 非常好 笑开心的 快去彩排了 我现在他也忘了正事了 快去彩排 彩排了 这个是拍照的地方 给我记录一下好吧 你光了 大哥 大哥 大家听一下 纪余哥叫我大哥 这个好 好 我可以用一个 对 人像方式 给他这边来 这样好 调整一下 你这个摄影师吧 就是有点磨叽 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来 一 二 三 低点头 好 好 这样好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拍照的 喜欢上你就喜欢上拍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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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好好啊 哎 这个好啊 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这个也太美了吧 太好看了吧 除了炫肤还要炫照 炫照 好看 谢谢 你是方黄 我是傻 你有什么愿望吗 老头子 我希望永远年轻 我希望永远年轻 你有什么愿望吗 老婆子 我希望永远有年轻的老公 你这话反过来说就要比较好听 我希望我老公永远年轻 我希望我老公永远年轻 那也不是 我希望永远有年轻的老公 这个差的挺多的 对 对 这个 是 我希望能够机会 提供一下 有什么望 很多位置 你会儿在库院 Natalie 让我为你学习了 我学习的多好 我不是学习加粘医 你学习的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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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习啊 音乐 cactus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哦 不知道在干嘛呢 不知道在哪里玩呢 爸妈出来旅行自己在 在草坪上打滚 穿情侣章逛街 这个好像也做了 上次我们在成都的时候 这算运动服 情侣运动服 我觉得我真的弄得很好 100分我跟你说 帅到不得了 比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帅气 100分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很棒 我告诉你我是天才 那得我愿意才可以 我愿意让你弄我头发 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对 就是没选择 没得选择 就像你现在除了我 你也没有的选择了 吹风机在了 爬一下了 嗯 来 转过来 好 自己看 是不是好好看 你剪了吗 剪了 我办卡 你要送什么礼物给我 我要办卡 我送礼物 我给你那么好的惊喜 你要什么 钱我有了 你的所有钱都在我那里 孩子我也有了 我不想戴上 那你义无所缺 我告诉你 现在是义无所缺 带你也要做一些东西 让我满意 这个吻的其实不合格 我一路就是看着他 你觉得 我就想他自己主动一点 我就是想 就这样 怎么知道他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 他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受恋爱的 但我很喜欢 好 算了吧 那就这样 你全部收心 把那个东西都收好 辛苦了 我特别感谢他 在我这种 不是很浪漫的人身上 去制造一些浪漫 这个花的心思 我还是挺感动的 心思我觉得真的是 有些时候会很开心的 不需要什么日子才去做 如果你爱那个人 你发现有一些东西 会带给他快乐的话 不妨做多一点给他 我做了 我看见他喜欢了 我也很满足 跟他想起来 另外一个想起了 就是他的电影 我产生的影像 我们都想起来 我都想起来 自己的 我都想起来 我做 mesmo 自己的 我做了 我做什么 因为我做了 我做的 今天浪漫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是窗外 天空内夺白云 满血罪人的曲谱 我们现在浪漫可能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浪漫 那我们的浪漫是怎么样的 可能就是包括了甜酸苦辣 包括了悲欢离合 也包括了生活的千层百孔 可是那些所有的感觉 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的浪漫 丰富我们的爱 之前我们的计划是先唱一段恋爱预告 然后中间说一段话 然后再唱那个不浪漫罪名 那首歌可能更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心态 对对对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行动或者是感觉 可是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就是都是对的 人家的就是不对的 其实大家都是对的 我觉得在浪漫或是爱的那个领域里面 其实哪有什么对与错 就是这个比较适合你 那个比较适合我 原包贝尔包文静的丈夫包饺子的爸爸 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又会做饭 又会收拾皮箱 还能赚钱 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崇拜 我崇拜他 你跟我比我爱你 他可能太远了 包贝尔你太过分了 我这么爱你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跟我聊天 真的他就这样 他根本不跟你沟通不跟你 我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交不起房租 然后我太太就跑去健身房教人跳舞 然后跑去按摩院就给人家推脸 我说你别去 他说我不去咱俩就活不了 我是一个回家 基本不了我工作上的神 从来不跟我太太说 我不想 走 我走 我做了 走 睡觉 找到我 优伤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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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老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